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战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两单消息都是与中国相关的 第一单消息 欧盟在昨天就决定了 对中国的铝产品生产商征收反倾销水 可以说是对于中欧投资协定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单消息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 在主持G7会议之前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 他在访问当中促请G7国家 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否则将会失去了对于国际贸易体系的控制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欧盟的情况是怎样的 负责监督欧盟贸易政策的欧盟执行委员会 决定了对于从中国进口的铝产品是征收反倾销水 税率就从21.2%到32.1%不等 欧盟的声明就说 这个是欧盟承诺要确保得到欧盟的工业能够在公平的环境当中竞争 并且是保护就业的又一例证 声明还说欧盟的执委会是在去年的2月根据欧洲的铝业代表 占了欧盟总产量50%以上的生产商所提出的投诉是开始展开调查的 调查结果就发现中国的出口商是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即是傾销对于欧盟的产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因为中国的铝产品就以不公平的低价来去出售 于是他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来符合欧盟的利益 声明还指控说这个行业因为中国的产能过程 和其他国家所引起的做法而受到极大的扭曲 破坏了公平竞争 危及到欧盟的企业和就业 其实欧盟在这篇声明里所提出的指控 或者是他们要开征这个反傾销税的原因 全部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已经全部是用上过的了 这些不是新鲜东西 只不过现在美国政府换届了 现在欧盟自己出来抵抗的时候 欧盟又是用上那些原因 当时特朗普总统好声好气地找欧盟谈谈 谁不知以默克尔为首的欧盟就不买他的账 谈不买 好了 现在换上了拜登上台 现在欧盟所说的东西 以前特朗普全部都说过了 要保住企业的利益 保住工人的就业机会 又看着欧洲议会的议员就不想来到审议 再加上现在又整个反傾销税 虽然来到说 在欧盟周围会的调查期间 其实他们已经开征了一个临时的反傾销税 税率就介乎30%至48% 现在呢 当他们调查完成了之后 真正执行这个反傾销税的税率就降了去到21%至32% 但是来到说 他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调查结果 就认定了 中国是在做傾销的行为 就是以不公平的低价来去出售旅产品 好了 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那些欧洲议会的议员就会拿出来说了 如果你和这个国家去达成贸易协议 而这个国家是会做出一些傾销行为的 是不会遵守公平贸易原则的 当你和他真的签订了什么贸易协议之后 究竟他又会不会遵守协议里面所制定的内容呢 还是他纯粹就是有好处的那些又拿到尽 没有好处的那些又不遵守呢 那帮欧洲议会的议员肯定就是会提出很多的质疑 所以中欧投资协定 看不下的前景都是相当不明朗的了 好了 跟着下去我们就看一下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 在G7会议之前 就接受了金融时报的访问的 他在访问当中就表达出有两大信息 第一就是要促请G7国家 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第二就是认为要改革这个世贸组织 因为世贸组织现在根本上就已经跟不上目前的形势了 他就认为世贸组织是很落后的 好了那我们看一下他详细的访问是怎么说的 纳特拉斯和金融时报就说到 说现在是对中国和他们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行为 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 而他在会议之前的一份声明就提到 如果自由贸易是不能公平地执行的话 那些人就不能再相信自由贸易这件事了 公众的信任已经是被部分国家的恶性做法所侵蚀 这个就是包含到强迫劳动 破坏环境和是涉取知识产权 路透社就指出 虽然特拉斯在这一篇声明当中 就没有直接这样提到中国 但是他所聚述的问题 以前英国全部都是提出过 而且都说是跟中国有关的 去到会议开幕的致辞当中 特拉斯就提到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全球贸易就有可能在这个最大国家的专制下碎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国就会觉得他们是可以制定规则 赢者通吃的未来 最终会使得世界各地人的处境更加不够 故此他就认为 目前需要改革争端解决机制 消除不公平的产业补贴 并且是确保到所有的国家 不论大小都好 都必须要遵守贸易的规则 并且保持透明 而他认为 世贸组组织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美国百分之十的时候就成立了 可笑的就是 中国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自称发展中国家 所以他就说有些规则必须要改变的 世贸组织就在1995年的时候成立 在97年的时候 其实香港单一个城市这么大 就已经占了整个中国的GDP的百分之十八了 所以当年来说香港 对于中国就肯定是相当重要的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就降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三左右 好了 当当时所制定的规则 现在继续来到原用 这样特拉斯就认为 过时了 落后了 有需要作出改革 当然拜登也说要 他就没有谓着世贸组织的改革落袭 而且特拉斯在发言当中还兜了底 他说 如果世贸组织是不进行改革 各国就会去自行尋找其他发展贸易的机制 因为世贸组织里面有很多的规则 仍然停留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现在中国大家知道 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甚至乎世银的 计法还说中国已经是第一大 不知他怎么计算 反正来说 他不是第一也第二 对比起95年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些规则当然是过时 当然是没用 接着特拉斯还说 从根本上来说 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 是需要赢得争夺全球贸易灵魂的战斗 确保世贸组织是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 我相信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或者欧盟也好 这次就是理真的 真的要改革这个世贸组织 因为他们其实都看到 有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例子作为参照 世卫组织正正是因为不改革 搞了一祸 完全就发挥不了他的功效 如果世贸组织 布了世卫组织的后层 一定会很大劲 因为会对于各国的贸易利益 都是受到损害的 好了 这次既然煞到埋伤的时候 所以 英国就率先来出声 就由他来到去速请 G7的国家来到去强硬 在G7当中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不用速请 他都是强硬的 所以剩下来 根本上真正要速请的对象 就是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但是 欧洲国家他本身的反应 也是会比较慢一点 因为 他们还想 多长一段时间 进赚 贸易利益 现在中欧的矛盾开始加剧了 其实就是逐步 将欧盟 慢慢推向美国 但是来到说 究竟欧盟 他们的取态 是会很积极 还是 都是保持着相当消极 欧盟对于中国的铝产品 开征这个反倾消税 其实就可以视为 踏出了第一步 好了 现在来到说 英国自从脱了欧之后 其实也是更加重视 与全球贸易的关系 所以就多了在全球贸易的议题上发声 以往多数是美国 现在英国也是有 积极起来 而且最近 中英的关系也闹得相当不愉快 有新疆问题 然后有香港问题 等等 所以最终的走向 应该就像特拉斯所说的 就是民主的国家 会团结在一起 成为了一个阵营 至于朱远济的国家 又会走在一起 成为了另一个阵营 大家都看到 外交部长王毅 出访中东 明显就是要突破欧美的封锁 而且还跟 伊朗达成了很多的协议 又说要摆脱美元 又说要用人民币 来去结算 等等 这些都是 中国所採取的 一些积极举措 来回应 欧美的行动 但是 到底 中国所採取的招式 有没有效 真的需要时间 才能验证 这一节 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